宣派防治新法今年1月11号上路之后呢 室内全面禁烟 想要吞云土雾一定要到室外开放的空间 来过过这个烟瘾啊 但是现在为了更进一步的把这个戒烟啊 给强力的宣导 以防瘾君子趴趴走 台北卫生局呢 要参考日本跟法国的做法 就是你人都已经到了户外了 还有定点设置戒烟辅导亭 来鼓励大家 引导大家最好呢 集中定点抽烟 同时辅导来戒烟 但是有的瘾君子就觉得说 我吞云土雾已经是遭受很大的限制了 我没有没有人权啊 干脆政府把公卖局给撤掉算了 台北就这样外头到处可见 引君子在户外解禁 因为台北市政府推动室内禁烟 现在就连室外都要设置戒烟辅导亭 一方面是就是可以戒烟啊 这样对别人也很好 他不会去上海人也要有所烟啊 有些的吸烟者就会边走边抽 那甚至有些就会边骑车也边抽烟 那造成反而是室外的二手烟的烟害 也变得更严重 为了让引君子不要爬爬灶 市府卫生局在台北车站决定设置 像这样的戒烟辅导亭 可以容纳五到七个人 预计在联合医院的六大院区 再加上台北车站为首破设置地点 在戒烟亭里同时还会张贴戒烟讯息 不过这样的做法也引起引君子不满 设置这个没有用 没有用 那我是觉得每个人出来 戴个口罩才是真的 你把公办局撤掉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们又没有私人烟酒公司 这是府邸抽薪的办法 没有什么意义啦 而且对台湾的国际观望会有问题 人家新加坡都有开放啦 要推动戒烟辅导亭得考量的后续反弹 可不少 卫生局得三四而后行 以免沦为浪费公堂的文子亭 中天新闻林玉峰许家瑜台北报